帝都以北的山脉 尹是李家内 一名身穿着墨绿色服装的男子踏雪而来 只见对方的神色略带着些许的紧张 甚至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对于门中之人进行解释叶家延武场的经过 毕竟对于他们这些与世隔绝 不问红尘世事的舞者来讲 一直追求的就是速战速决 任何需要他们下山的任务 都出必须得在约定时间完成 否则的话 就很容易落下一个半世不周全的烙印 二代人物李天一此时面色也是阴晴不定 他很清楚自己这一脉的成员 这次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 虽说他们已经已死 但自己也同样会被降低重视程度 一旦如此 那么对于日后世俗和深渊的那一场大战 他势必无法参与进去 甚至是去夺得那秩序坍塌之后的财富 二代人物李天一看着山顶金鸾殿 正处于黑灯瞎火的状态 并未点上油灯 他也不好贸然去打扰着家族的几位前辈 只能喃喃自语地说道 现在唯一能够将功补过 甚至是在没有汇报结果之前 逆转乾坤的方式 也就只有请这几位前辈出山了 但是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 也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而且人家已不问红尘事 是一心只钻研着长生不老之命 可问题是 他们曾对于世俗武道界有过极大创伤 创造出赫赫功绩 甚至是一代传奇的天骄 除他们这些有经验的人以外 我实在想不到 如何能够在剩余期限内 覆灭掉八大家族 二代人物李天一 用手压制着丹田处 那浮躁无比的内力 只能够在盘算了会之后 便开始从自己背后的除袋内 掏出几枚像样礼物 这些都是 他从山下的某些势力那里 收集而来的丹药 灵草 原本这次他下山监督 也是打算找机会捞点外水 所以 二代人物李天一 原本将目光 也是放在了郑家身上 毕竟在八大家族当中最为低调 却也是最为有钱的 就是正家无疑了 虽说他们现如今处于 末流的状态 可由于财富一直在进行着积累 甚至还在不断学习 发展着海外的事业 这才造就了他们能够一直强撑在 这八大家族的位置当中 无法被一些势力所取代 却又显得那么 可有可无 二代人物李天一缓缓说道 原本我还打算 在世俗和深渊大战之前 从郑硕文那里 要点好处呢 毕竟这个老实绿貌男 一直都是不吭声的性格 我要啥他都只能默默地给啥 以前拿走郑家大批量的丹药 而且还要挟着 要把邓雪飞给接回来 不让其待在邓家 郑硕文竟然都被我吓到了 甚至是对这个与他 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儿 竟然也产生出了一种养父的心理 二代人物李天一 说到这里时扑斥一笑 甚至捏碎了旁边的树桩 眼底当中带有着一丝细虐 属于他的东西 任何人都得不到 但是对于他毫不在意的事物 却会想尽一切办法的话为利益 所以 当初他看上了郑硕文的妻子 那么他 自然能够与其产生关系 虽说没有控制住一些事情的发展 生下了一个女婴 但对于他这样嚣张跋扈 曾经是个出了名的顽固弟子 又怎会愿意被孩子所束缚 自然是直接扔给了郑家进行饲养 而李家从中也是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 毕竟女婴的用处并不大 顶多是日后能够进行着联姻 但这种方式也顶多是维持的关系 不至于树立着一个庞大的敌对势力 而若是男婴的话 那么也能够为李家兴旺的香火 甚至是日后 也能够角逐出更为优秀的门主 二代人物李天一 对于自己这个所亲生女儿 可是毫不在意 他这次下山 压根就没有关注着郑雪飞 只是觉得郑家叛变 没有办法从中再捞一笔好处 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说 他从来没有在过任何亲生父亲的饲养职责 反而只是李家这边 一直在做着某些微不足道的帮衬 似乎是处于散养的阶段 但是对方现在已经是出国留学回来 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 那么这时一旦被他们匹配到了 合适的影视家族后人 那么自然就会让其嫁过去 当然对于这种私生女来说 为其选个年纪大点的长老 门主也并非不可能 毕竟对于影视家族来讲 还是保留着一些古老的思想 强大武者三妻四妾也是大家默许的事情了 这是不知道为何 让二代人物李天一脑海当中一直挥斥挥之不去的麻烦 就是李末这个家伙了 总感觉自己与他之间的瓜葛 并非是需要覆灭掉八大家族的冲突上 还有这与郑雪飞有关的可能 或许是作为一个男人的直觉 还是说身为亲生父亲的一种敏锐的感官力 他能够看得出来像叶峰这样 在世俗当中纵横于天下 展露头角的年轻一代人物 那势必会引来很多女子的青睐 所以像郑雪飞这样 被夹杂在两个家族之中生存 甚至是会被培育成家族联姻傀儡的存在 那么势必会更容易喜欢上一些带有着旷野 不被拘束挑战一切规则的男性 或许也是李天一年轻时是个情场高手 所以他才会洞察力这般强大 一个女孩子佳佳的 如果连这点诱惑都抵挡不住的话 那么和他那个妈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郑硕文之所以隐远地像个乌龟一样 直到今日演武场的最后一日 才彻底爆发出来 甚至反将咱们李家一军 不就是想要出这口恶气 甚至啪啪打我的脸吗 但对于我这种贱人来说 显然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或者难受 反而越发激起了我要摧毁八大家族的信念 特别郑硕文 我必须得将他八股抽进 当初我也只是想玩玩的 谁叫这个郑家人跟个牛皮高耀似的 甩都甩不掉 二代人物李天一也是趁着现在没人时 发泄了几句心里的不爽 毕竟对于他这样不上不下的家伙来讲 也同样很倒霉 那就是想解决一些事情 却没这个话语权 那么不得不被迫接受着现实状况 与野心不持平的这种状态 更别提这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那么他必将会成为影视李家的代表人物出征 成为深渊和世俗一战当中的主要人选 到时候他必将风光无限在世俗这边 虽说会冲锋陷阵 但实则他们李家这边 却是早与深渊串通在了一起 那么对于他这个能够获得荣耀和面子的傀儡而言 自然是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任何死亡的威胁 甚至口中还默念着一些难记的词语 直到这场礼拜结束以后 他们这才缓缓转过身来 二代人物李天一只感觉自己如坐针毡 哪怕他与这些人已经见过无数次 但还是觉得他们 哪怕不过问着家族之事 但依旧是实力如冤如深的老怪物 一旦有任何人惹怒到他们的话 恐怕死都是最好的解脱 为了避免着这种僵持的氛围 持续着太久 李天一率先开口道 拜见诸位前辈 晓得今日夜晚前来打扰 实则有钥匙相求 对于他的这份坦率 也是令这几位实力深不可测的老者 互相对视一眼 似乎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白 这也同样给他们留下了几分好感 然后便可以见到 这几位老者出现了古怪 竟然行为同频的点头 随后一口同声说道 其实早在你上山之前 我们就已经推算到 山下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也很清楚 李家门主正在要你们这些小辈做的事情 虽然说这种决定非常的荒唐至极 但咱们在每一次世俗战队当中 都是选择到了最正确的答案 而此次 咱们既然提早与深渊产生联系 甚至是答应了他们这样的要求 那么 对于解决世俗的这些问题 那就不必带有着任何道德伦理 二代人物李天一 听到这里有些猛逼了 他无法想象的是在自己认知当中 满口典故 出口成章的前辈 竟然也会和他们这些人一样 同流合污 甚至是没有对他的失败 有任何的责备 反而是觉得 他做事方式 有些太缩手缩脚了 没有达到一种残忍无情的程度 二代人物李天一 领悟性自然是很高 哪怕这几位前辈 并没有说得太明白 但也通过这其中的点拨 意识到了他们内在的含义 也直接指出了 他躲在后方不露面 是有所顾忌于 本世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的道理 二代人物李天一 不想在世俗人的眼中 留下一个残忍的形象 但正因为他这么做了 所以才让叶家那边 能够联合着长老会 对他们的袭击 进行着反杀 甚至是只留下了一个活口 而且还把对方给策反了 二代人物李天一 对此也是非常失望 没想到跟在自己身边 那么久的下属 竟然会被长老会得糊弄住 不过当时他躲在暗处 也看出了大长老实力深不可测 还有着那么多金龙卫的青年 虎视眈眈 他可不敢一个人 单挑全部的家伙 所以也只能作罢 哪怕他身上怀揣的 有从深渊那边 支援而来的一些生灵 这些都是经过特殊方式储存 只需要打开袋子 就能够为他所用 可是他一旦释放出来的话 那就没办法进行着回收 因为这些生灵 仅仅是对深渊畏惧 也欠下了他们一个条件 所以在完成了帮衬的事情以后 那自然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甚至是在世俗作乱 二代人物李天一 当时也是考虑良久 担心放出里面的火蛇 八尾狐 石龙 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因为世俗的普通人 也会遭受到无妄之灾 他也不希望做得太过火 所以这才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并不想一失千古恨 总之就是李天一这样的人 就属于既想做很事 又要面子的伪君子 为等他开口 其中一名李家退休的老者 冷哼一声道 虽然说 咱们这次有些多管闲事 已经预测到了所有 很清楚 你这一脉的小辈 哪怕准备充足 但是想要承担这么大的业力 绝非是实力强大 人数众多 就能够实现的 还得拥有着逆天的契约 有着不俗的命格 才能够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说 他们隐世李家的门主 只不过是顺水推舟 觉得你有这么强烈 要表现的欲望 然后又能够当作 一个测试的实验的话 那么 倒不如可以试一试 现在看来 要覆灭掉 大半个武道界的核心力量 除非是星宿转世者 否则咱们李家 也会遭受到业力波及 对于这几位老者 似乎可以同频共振的反应 也可以单独的个体化 但是对于这种切换缘由 或许也是因源自于 他们体内无法掌握的心魔 毕竟在追求 长生不老的道路上 那势必会遇到重重困境 甚至是尝试着各种方式 所以 他们也是在经过一次 几人血液互换 然后又各自吃下了 对方身体某个部位 然后又进行着 各种行为模仿 共同修炼功法的方式 这也造就了 他们能够将各自胜于性命 互相叠加起来 虽然说这种逆天邪术 是被他们误打误撞所开启的 但其中弊端也自然很多 不仅不能够 让一些正统的势力 知道此事 也同样无法改变着 他们几人 必须得无视无可待在一起 甚至还会出现不少怪异行为 比如同一时间说话 共同去完成某件事情之类 所以 让人光看着 就感觉有点很别扭 也替他们这种方式 感觉到挺累的 可一旦遭遇到影视家族之间争斗 他们这几位的实力 可谓是大增 相同的手段叠加起来 那是几何程度的增长威力 二代人物李天一 也是不再浪费时间 敲了几下木门 得到里面声音的允许以后 他这才敢进入金鸾殿 对于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物 通常都是 在一些郊外风景区内 而他们影视李家座楼的位置 也正是处于这样的规划范围当中 而且 这片区域禁止对外开放 这也能彻底杜绝普通人物 误撞这世界的另一面 所以 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看见 这些 极富历史色彩的建筑群落 包括着这一览众山小的雄伟风景 而对于正坐在长方形矮桌前 正站着几名先锋鹤骨的老者 此时他们正上着香 对于背后墙上一排排带有名字的灵牌 进行着朝拜 而其中一名头发火红色的老者 心态倒很是平稳 只见他抚摸自己脸上 那遭受的雷洁的疤痕 若有所失地说道 原本在世间做任何影响人族进程的行为 都会遭受到因果关系 当初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就是在世俗做了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 让整个武道界 陷入到了长达一个月的灰暗时期 这才遭受到了漫天雷洁的攻击 若不是当时咱们凑巧撞见某处古老庙宇 进行疯狂地磕头跪拜 把整个脑袋骨头都磕出来了 这才只让咱们面容被毁 就此平息这场业力的惩罚 火红老者说到这里的时候 金鸾殿外竟突然响起了的雷电轰炸声 狂风大作 风欲雨来 这似乎是冥冥之中 在对他进行的一番警告 也无不是让李天一对于尹氏李家内 这几位神秘的前辈们 充满着更大的敬意了 对此状况 火红老者不再单独讲述 而是选择大家同频共振地去说这事 至少也能够分担着一些天道注意力 让自己不被洞察到 于是凭 几位老者竟然再次开启了呆之木偶的模式 开始一口同声地说道 毕竟在咱们五者之上 可是有着一道道无形家所存在 而这可能会是造物主 也可能是天道所制定的规则 所以咱们人族是非常渺小的 却始终有着比天高的野心 想要统治着天下 我这么去做的人 又何尝不会承担着夜里之火的缠绕 受到天道惩罚 但是绝大部分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那都是子孙后代去承担的 刚开始他们说这些话外 倒还好好的 可越是深入的这个话题 外面雷鸣声便越发响彻起来 甚至震得李天一整个头皮都有些发麻 还能清楚看见被闪电照亮的屋内 这几位面色凝重的老者 脸上那清晰可见的褶皱 如果不是以前留下的先锋道骨印象 太过于强烈 可能李天一都会被吓得夺门而出 太像是一些从远古时候复苏的冤魂 带着浓烈不甘 想要趁着这次深渊在世俗作乱时 再一次对着天下的统治发起攻势 而对于整个世俗来讲 最大麻烦也就只有武道界的那些舞者了 只见几位老者 依旧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就像这么背书一样 可这次明显有些不同 似乎在咱们影视李家这场计划中 敌对方出现了一个命格特别强悍的存在 这才会让你们遭受到的反噬如此迅速 甚至是连叶家大宅的门都没有闯进去 就连军覆没 不得不说 叶家这一盘棋下得还真好 让一个中州分部无头小族 隐姓埋名这么多年时间 出世时即是娇蛇化龙之际 二代人物李天一听得有些一头雾水 不知道为何聊着聊着 几位前辈竟然会开始关注着这个叶峰 虽然说对方确实发展得太迅速 羽翼丰满的有些耀眼 可也不至于成为他们影视李家 这一代人物特别关注的存在 而且这言语当中莫非不是一种赞叹 更像是在惋惜 二代人物李天一也只能出声问道 几位前辈 晚辈听你们的意思 似乎对于这叶家已经观察了很多年时间不成 可问题是 这个叶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八大家族之首 但实则外墙中脆 内部矛盾不少 就连武堂也被深渊给策反 所以说 这个叶峰哪怕再有天赋和头脑 但也不至于能够被叶家如此寄托厚望 还能够被几位前辈重视起来吧 虽然说越级挑战这种能力很少见 但是玄境之下皆如蝼蚁 他不可能带领着叶家战胜着深渊的 二代人物李天一话操理不操 如果叶家真能够被扶起来的话 那么早就成为影视家族的水准 又何必在世俗当中 提防着剩余几个家族联合起来 对他们明争暗斗呢 更何况叶峰只是一个人出色 而深渊当中可是有着十位千岁 还包括着一位疑似玄境的元祖存在 如此通天彻地的无上势力 就连他们影视李家也只能臣服 不想与其为敌 而叶家这些头铁的家伙 却依旧不怕死 只不过是在以卵击石罢了 很显然 对于这几位老者 也是对叶家产生了浓烈的羡慕 觉得 为何影视李家生活的区域 灵力充裕 山清水秀 又是处于风水大好的地理位置 可却无法降临这一位新秀孩子 却反而是让这些纷争不断的世俗武道界内 诞生出了这般妖孽之才 他们为何没有这般幸运 也许是与坏事做多了有关 而叶家这么多年来 已经出现了一位名声大噪的叶文昌 在这世俗和深渊几百年以来的恩怨当中 也只有他才敢作为先驱者 叶文昌不断地干扰着深渊判断 来将他们大部分战力给牵扯住 所以他完全是时代的英雄 也同样是整个武道界默默奉献的勇士 所以说叶文昌影响到了太多人人利益 这才被很多人和势力暗算 成功地将其伏击于深渊的追杀之中 在这几位影视李家的老者眼中 叶文昌同样是有资格从蛟龙之太化真龙 只是奈何世俗远比想象当中要复杂 导致了这种正统走向的坍塌 但是对于叶文昌这种命格来说 哪怕距离画龙只有一步之遥 可遭遇到的现实差距 却犹如天地沟壑 几位老者摇了摇头 回应道 叶峰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得罪了深渊 却能够屡次地活下来 甚至是这么帝都当中这么多人想除掉他 却丝毫办法也没有 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双大手正在拥护着他 对于这种命运的情况 已经超越了长老会的范畴 就连龙皇在世时出面庇护着某人 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几人推测 他很可能就是千年一遇的新秀转世者 而叶家也是连续在两代人中出现了两个奇迹 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按照那虚无缥缈的天道意图 有可能是非常看重这叶家 会根据这叶峰意图来决定着走向 而叶文昌的孙子叶峰 势必会与深渊有着无法化解的矛盾 甚至是要隐约有种要夺回一切的打算 二代人物李天一这项算是听明白了 逆着天意而为 那就是逆天而行 那可是得遭殃的 可若是顺天意那么必将昌盛 这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原本李天一接下了家族如此大活 下山去灭掉五道界的八大家族 重新树立着新势力 这件事情却被他搞砸了 他本应该非常忧愁 担心受到门主惩罚 可现在却又立马释怀了 甚至觉得面对叶峰这种特殊的存在 能保住性命都是万幸之事 不过二代人物李天一可没有忘记此次目的 而是立马把这次经过详细内容给描述出来 也好给郑家参上一本 于是他讲到这次叶峰是与众不同 但是主导着咱们失败的原因却是郑家 这一次郑朔文的他竟然敢发疯 甚至是背叛咱们尹氏李家 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这雄心豹子胆 虽然我从始至中觉得 交加对于咱们李家没有太大的用处 但现在闹了这么一出猛儿子 我们家族的名声也算是被毁害了不少 而且事后八大家族出事 可能五道界都会认为是咱们干的 随着二代人物李天一的添油加醋 也逐渐让几位老者开始对于这个郑家 愈发不满起来 原本对于这样的小蚂蚁 根本不会向他们浪费精力去关注 但是眼看着现如今尹氏李家 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如果到时候长老会那边前来问责的话 他们还真没办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旦三言两语合不来的话 很可能会爆发出冲突 而对于他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家伙 压根就是不在乎结果多么糟糕 可这也同样会苦了他们尹氏李家中 那些努力的后辈 毕竟对于他们这种修行家族 由于资源底蕴很庞大 所以能够吸引来众多求武之路的孩子 而伴随着他们从小在这里生活以后 也逐渐憧憬着对外面的向往 一旦彻底毁坏了他们下山闯荡机会 那对于一个人打击还是蛮大的 于是几位长老也是做出了一番决定 极为严肃地说道 既然郑家那边破坏规矩 先不把我们李家放在眼里 那咱们就没有继续袒护下去的必要了 就让他们好好的傍着长老慧 还有叶家的大腿 我倒要看看这个郑家 到底还能够活多久的时间 这次既然你已经前来开口求助 那我等也不可能将你拒之门外 所以眼看着当下世俗武道界内 出现了叶峰这样的强大命格者 那也是时候到了我们出山的时候了 二代人物李天一有些激动起来 没想到自己这么一个不抱希望的打算 竟然成功了 看来对于他这一生的运气还真是不差 特别是对于叶峰这个小子而言 虽说他打心底的瞧不起 可是人家确实有着强大实力 能够击杀掉深渊武人 在亲眼所见那番决斗场面之后 李天一也不想抛头露面 与这样的家伙成为明面上敌人 所以现在有着免费的帮手 何为不乐 特别是这几位前辈早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叱咤风云 那么现在如今还如此的精神抖擞 那恐怕实力只高不低 说不一定也能够让长老会那边 忌惮着他们影视里嫁 也不至于到时候 隔三差五的前来审查 闹得他们鸡飞狗跳 毕竟长老会除了舞蹈界方面的管理以外 也是可以对他们影视里 加一些不明来历资金 进行着冻结 到时候 一旦造成他们某些区域的资金链 彻底断裂的情况化 那么对于很多家族当中 没有选择舞蹈一路 而是出国经商的那些孩子 就很可能在外留学时 没办法交学费 或者留有生活费 这就会从下至上的 引发着混乱情绪 造成影视里加内讧的麻烦 李天一感激地说道 叶峰这边得罪了深渊的人 到时候 几位前辈稍加注意 如果深渊出手的话 那倒是可以省去 咱们费时费力地去解决掉他 毕竟他一个家伙不足挂齿 主要的还是背后的叶家和长老会 但我在返回之前的时候 好像听闻帝都内出了点事情 是长老会留下的烂摊子 最后 李天一便把舞蹈发生火灾的事情 给告知了出来 不过他对于具体的情况 也是一知半解 只是听着别人以讹传讹 这才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事情的真伪就不得而知 而且他觉得 如果只是发生个火灾 舞堂的人应该足以轻松地处理 何必要麻烦着 他们这些德高望重之辈 清零现场 这反而还容易耽误着 现场的灭火进程 让各个家族都跑来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让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总感觉是有大事发生了 更何况 当时李天一处于帝都郊外的位置 竟然都看见了冲天火光 就犹如一条条龙柱般直贯穿苍穹 让整个乌云都被染成了鲜艳的绒颜色 好似一幅天神降临的美景 虽然说 当时李天一觉得另有隐情 并不像是人为之 也不像是自然景观 所以 他也只能怀揣着疑惑赶了回来 但由于种种缘故 李天一耽误到了此时 才再度地回忆起这件事情 不过 关于长老会这边的情况 他可不敢瞎掺和 只能够稍微提及起来 看前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趁虚而入 几位长老听闻 也是摸着自己的胡须 皱眉地说道 叶峰这个时候 挑起着世俗的对立感 这怕不是 让这场大战提前推动了 深渊那边的性格 我们再清楚 可谓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货色 他们这次吃了亏 只会闷在肚子里面 不敢乘胜追击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下山 第一是替你敷衍八大家族 第二嘛 自然就是把叶家这个可塑枝 采给收入囊中 这个叶峰要么臣服 要么只有死路一条 无第三条路可选 二代人物李天一听的 只感觉毛骨悚然 主要还是这几位前辈身上的气势 实在是太具有着压迫感了 最关键的 还是他们身上的特殊 绝不仅是几个人 有种连体挤胞胎的感觉 特别是在白天 看见几位前辈先锋盗鼓 眉目清秀 好似一副折仙人 但若是深夜见着的话 却会发现 他们额头前一片乌黑 似被霉蕴缠身 然后整个人略显著枯瘦 好似从冰窖当中 捞出来的死尸般 眼神中也充满着一丝阴郁感 若不是他们这里 皆是舞者的话 可能还真会被这股气势 给吓得不敢出门 也幸好是影视家族 几乎不会有人串门拜访 更别提夜晚的时候了 不然肯定会让孩童啼哭 让外界流传着一些不好的谣言 但是对于门主的解释 也仅仅是说 源自于这几位前辈 对本家族功法有过更改 走上了一条从未有过的路子 这才出现了一种 白天与黑夜时 身体特征截然相反的情况 然后还强调着 对于李家人 不会有任何影响和伤害 这才让大家放心下来 二代人物李天一 眼看着 现在时候不早了 既然已经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目的 那么先行告退为妙 不然的话 如若是被门主知道 他提前回来 却不前去警告事态的结果 那肯定会遭骂的 所以为了维护住 自己的良好形象 他也是阿谀奉承道 几位前辈盖世无双 英勇霸气 今日对晚辈慷慨解囊 晚辈一定会铭记在心的 不过我听说 叶峰似乎在世俗当中 有过一妻异女 所以想要将她招安 在咱们影视里家 恐怕她不会答应 毕竟咱们这里 全部都是舞者 如果出现了 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那必然会受到欺负 所以咱们也从来不允许 任何成员和普通人结婚 对此 几位老者也是摆了白手 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如果他实在是不听劝告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 倒不如以他的家人为威胁 我们相信控制着他一段时间 直到世俗被深渊彻底拿下时 足够了 就算是星宿转世者 可以被外在的力量 控制着想法的话 那也不会成为 咱们需要去顾虑的绊脚石 二代人物李天一觉得 他们说的也是 毕竟留着一个后患在家族当中的话 那简直跟定时炸弹没有区别 与其说是将对方收入影视李家 倒不如是暂时地骗过来 强行逆转着天道冥冥之中内涵的乾坤 让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被迫地接受着 深渊对于世俗造成的威胁 不过这个时候 先前发问过的火红老者 竟然从几人对话当中 抽离出同频共振的状态 竟然缓缓朝他走来 单独说道 李天一 据说你留给郑家养的那个亲生女儿 现在已经亭亭玉利 正是处于花嫁之年 现在世俗动荡不安 深渊又在暗中虎视眈眈的 除了咱们影视李家以外 恐怕也没有很好的去处 除了更何况 女子如果练习舞蹈的话 那么未来能走的高度极为有限 而经商这一块 也同样不适合于 今后犹如大下坍塌的世俗了 所以 接回来待在咱们这里 也能够处于平安无恙的生活状态 甚至是今后在影视李家 得到一个不错位置 火红发色的老者 说完这些以后 还拍了拍李天一的肩膀 随后对方便能清楚感觉到自己的体内 并被注入了一股内力 甚至是自己功法 竟然情不自禁地运转起来 甚至疯狂吸收着这股力量 感觉到 这是世间上的大补之物 还成为了 他困惑已久的修行阻碍时 一道从天而降的曙光 给他带来了希望 二代人物李天一听后 觉得有些不对劲 看着这名老者 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只感觉到心中歌一声 甚至是周围几名老者 也露出诡异笑容 这让他感觉到 自己这一次前来求助 或许并不能够不劳而获 反而是需要付出非常巨大代价才行 也难怪刚开始这几个老东西 这么的好说话 原来是早已经惦记上了 他身上唯一 也是最值得他们得到的东西 那就是武道界美貌 和智慧出名的郑雪飞 他可是年轻一代的梦中女神 二代人物李天一 能感觉到手心充满着汗水 他很想要掉头就走 但是面对着几人的虎视眈眈 他知道自己 一旦这么做的话 那今后麻烦可大了 这很明显 是被赶鸭子上架 或者是提前被这几个老东西 算计好了一切 他们猜到 他会有事相求 便顺势地暴露出了具体目的 二代人物李天一 陪笑地说道 我那闺女跟我实在不熟 除了生物方面是妇女以外 实际上无任何感情牵挂 所以我担心我说的话 他那边根本不会听见的 甚至是现在 他才从国外流血回来 对于精神上的疾病 还会恢复着稳定 如果现在贸然地提及更换生活地方 我担心会造成他病情恶化的可能 毕竟郑雪飞 在世俗舞蹈界当中 也算是混出了不少好名声 这对于咱们李家而言 非常有用 如果这个时候彻底的割腕断臂的话 那咱们在世俗当中的所有傀儡 可能都会彻底化为乌有 面对着这番说辞 也是李天一所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努力了 毕竟这几个老家伙实力深不可测 他们的存在就连盟主都得卖几分面子 平日里进行着尊称才行 更何况强大无比的长老会 也正是因为有这几个老家伙的存在 所以才没办法立马对于他们进行着制裁 甚至是隐世李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 违背人族伯论的事情都能够忍着 也全都是这几个活着的终极兵器在镇场子 所以对于他们这些年来的修行 甚至觉得寻找长生不老一世无望以后 便开始惦记上其他的阴暗路子 从家族当中年轻的后人身上 得到鲜活的生命力 来通过阴阳交和之道 提取着活力的这种逻辑的话 虽说很是讽刺而令人恶心 但又有谁敢阻碍着他们的这些想法 可是对于这几名长老 明显是早已惦记着这个事情很多年 所以听出对方推脱的含义 便立马开始翻脸不认人 用类似于威胁的口吻说道 李天一 是不是脸给你给多了 各个影视家族都处于态度不明朗的阶段 甚至是他们对于任何人都不会信任 所以 你难不成还想等着把自己的女儿 嫁到外地不成 郑雪飞恰好是因为英年英十英月所生 这才被我等看中 那是他的福分 如若被世俗的某个矛头小子给骗走了 那么 对于你这个李家二代当中 毫不起眼的黑马喽 那可谓是巨大的损失 这可是你逆天改命的机会 难道你要让如此如顶 不发挥着真正的价值吗 二代人物李天一听后 紧紧捏着拳头 最后也只能点了点头 随后便推门出 对于自己这个亲生女儿 她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情感 可毕竟是自己的血肉 与其交给这几个糟老头子糟蹋的话 还不如留着让家族联姻 到时候 依附着一个庞大的势力 她至少也能够风光很多年的时间 而这几个老家伙 一旦嫁和西去 那么她的宝贝女儿必然会失去 甚至是成为一个众人皆知的笑柄 这反而会让她很丢面子 可问题是 这几个老家伙说的话 就像是刀子似的 直击要害 几大影视家族 或多或少都被深渊威胁过 都没有了以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也不打算继续外界面子工程的打算 他们巴不得将其他几家给吞噬掉的 又怎么会像以前一样假惺惺 可以通过联姻来达到互帮互助 共同对抗其他人的行为 所以李天忆也想着是今夜买醉 对于这世俗的风吹雨来 他犹如几个前辈口中的蝼蚁般 确实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去闯出新机会 只见他沉声说道 卖女儿就卖女儿吧 反正卖了个好价钱 我应该高兴才是 叶峰这小子可惜结婚太早了 如果没有这家事和情感的寄托 那说不一定非常适合这郑雪飞 而且年轻人讲究这郎才女貌 两情相悦 到时候我暗中制造机会的话 也足以把这个麻烦化为自己人 到时候凭借着他那强硬的命格 足以腾飞万里 只是可惜他对于中州的妻女 似乎非常情深义重 在帝都面对着那么多女子爱慕接近时 都是聚而远 所以对他用美人计的话多半行不通 如果叶峰能够再长一点 做出更多骇人听闻的事情 那么让郑雪飞成为他的小妾又如何 这依旧是最好的归宿 不过李天忆知道 这样想法有些过于渺茫 毕竟他走得到和叶峰截然相反 如果说真想要这么个女婿的话 那恐怕也会要了老命 随着叶峰一次次地推进着 对于徐长安这边明显有些招架不住 他能够清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那股力量 并没有彻底地与龙蛋进行着融合 仿佛人族和生灵之间 还是存在着不相容的情况 只是源于他内心当中 接纳的意志很强烈 这才处于身体缝合完好 能够维持基本生命特征的运转 可对于本身两股修行力量来说 没有这天大的造化 是压根不可能合二为一 甚至是会成为两股随时相撞的炸弹 而这个时候 他就明显感受到 对于叶峰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 就很容易造成 他自身能量乱窜的事态 一旦出现应对不及时 被对方攻击到丹田位置 那么势必会给他体内 打开了一个泄洪阀门 出现那抱现象 徐长安咬着血牙 吐着非常清晰的语句道 小子 你是叶家的人 咱们本是同根圣 相奸和太极 现在咱俩都在深渊的地盘上 都被赵王千岁盯着呢 你说这么多多相逼的 一死一赴有什么好处 叶峰正在手起刀落之间 听闻对方这充满智慧的话语 觉得有些惊诧 毕竟这个家伙刚开始还桀骜不逊 非要他死不可 但现在竟然开始低头认怂 甚至还主动提出和解 这简直是太讽刺了 虽然说正舍他意 可叶峰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面对着叛徒提出来的任何条件 他不可能有任何一点答应 更何况 叶峰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感觉到了一种压迫感 觉得自己第一次面对 这种带有着龙类生灵力量的敌人 非常棘手 甚至每一次的万剑归宗 都会被那厚重的龙灵给抵消着 对方的防御性极高 通过寻常的招式 只不过是在卫招而已 所以 叶峰这才没有采取出 这种大肆消耗真气的打算 反而是每一次进攻路数 都直接要门 甚至是能够让对方体内 那一股凝聚着的气魄 一点点地泄掉 就好似用无形太极八卦之意 让一个坚不可摧的敌人 变成松软的球体 随后便能够直接一击击破 徐长安眼看着对方没有回应 便带着戾气的口吻 再次问道 叶峰 我知道你是叶家的心愿家主 所以再次我尊称你一生叶家主 由于我的精神状态 时而清醒 时而模糊 所以此时 我也知道 自己是一代实验品 哪怕拥有着圣境的实力 但还是存在着太多的漏洞缺点 所以 与其这么打斗下去 倒不如咱们做笔交易 你也不希望这次死在这里 或者是毫无收获吧 此时的徐长安 说完这些话以后 感觉到体内有一只龙爪 正在遏制住心脏 似乎正在控制着他的行为 这让他连忙呼吸了几口气 有些急促到 叶峰 现在已经没有留给你决定的时间了 如果咱们现在共同地逃离现场的话 那么还有着一线生机 不然你待会儿 若是想要趁乱而逃 这恐怕也会被赵王千岁布置的天罗帝王 给瞬间拿下 你们可不要小瞧了这只老狐狸的星星 他可不会觉得 只有你和那名普通女子意外落进深渊 徐长安就差没有把话给直接明说出来了 而叶峰这边听后 也是直皱眉头 他以为叶文昌这边伪装得很好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可没想到 爷爷还是被曝光出来了 甚至是赵王千岁 可能也在演戏 不对啊 这个家伙现在还如此悠闲地待在看台的位置处 丝毫不像是如灵大敌的模样 毕竟叶文昌可是深渊头号的通缉人物 如果真出现在现场的话 又怎么会是周围这零零散散的戒备状态 除非是他们暗藏玄机 那些无法被看到的舞者 具有着隐身招式 叶峰左思右想 觉得只有这逻辑最为合理 但是要说隐身的手段 可能就连长老会那边也闻所未闻 哪怕是独孤灵这种 从顶级刺客当中走出来的人 也说过拥有着隐身术 那会有如神柱 但这种概念太虚无缥缈了 有些不符合于世俗逻辑 叶峰明显是被提起了兴趣 想要进行着神识传音 但不曾想 竟然双眼一闪 被某种强大的阻力所反击 这让他险些没有控制好身形 要从进攻当中跌落而下 对于这恍惚之间发生的事情 让他看见了徐长安的脑海当中 似乎存在着一条通体紫黑色的龙 对方拥有的上骨威严 犹如狮子毛发般浓郁的脑袋 特别是那双黄金瞳孔 象征着精神力的本源 能够破除世间一切虚妄 很明显叶峰是悟触到了 这个怪物体内当中 属于生灵的那部分意识 不得不说 这种双魂共体的状态 确实有些过于惊人 只见他压低着声说道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只有我和他不小心误入深渊 莫要在这里信口雌黄 还套话 叶峰也是想炸一炸对方的 可怎么也没有预料到 徐长安并未说假话 对方只是趁着这个时机 朝某个位置暗指了一下 叶峰扭头看去的时候便能发现 赵王千岁正用玩味至极的眼神 看着叶文昌所在方向 甚至是对于台下周围 竟然还有着好几处 经过乔装打扮的舞者 由于他们的眼神非常轻浮不定 所以立马暴露出了特殊身份 这让叶峰无序过多确定 就能够知道 赵王千岁肯定是早已经得到了舞堂消息 所以他们并没有走漏着风声 反而是特别不巧地 撞上了别人的瓮中桌边 徐长安这个时候 似乎意识有些恍惚起来 于是他便用强硬的语气说道 小子 其实我和叶文昌早就相识 只是他并没有将我认出来而已 对于最初的舞堂来说 也是通过叶文昌一手帮助 这才被成功塑造起来 所以这也是因为我看在了叶文昌面子上 所以这才良心大发 觉得自己已经尝试着 想从深渊这边获得不同的命运 可谁曾想到 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而且这股力量不仅无比的邪恶 还充满着罪念 徐长安的言语当中满是忏悔之意 更多也是命运被遏制住的无力感 如果还能有选择的话 他必然不会踏上这条不归之路 但很可惜的是 谁年少轻狂时 不会想要冲击到更高境界 施展出一件芳华的神资 特别是对于世俗而言 孕育着数亿生命 在这数成百上千年时光当中 武道界的经验之辈也比比皆是 甚至有脚踏轻牛破祥云 就能得到成圣之辈 还有施展出惊鸿一间断化山的剑仙 被后世一直歌颂 还是有着数不胜数的舞者 突破着人类极限 试图到达那圣境之上的存在 成为独一无二的玄境强者 对于徐长安来说 在年轻时候 能够加入武堂 被叶家栽培 成为一枚重要的棋子 他又怎么不会迷失心智 受到内心欲望的驱使呢 在那个时候 如果深渊没有出现的话 他断然不会选择随他们离开 而现在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他已然面对着叶家新任家主 亲临现场的成见 对方虽说非常的年轻 但这一双眼神中 满是审判的正义 绝无夹杂着任何私心 徐长安似乎也是 为了确保对方彻底相信 而不会耽误时间 随后便将计划给全盘的拖出道 其实在我成为一号实验品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着 想要轻生的念头 甚至是想逃离此处 而躲到那些生灵生活的区域 扎入到深渊的迷雾森林之中 毕竟要我就这么地死掉的话 那么对我而言 肯定没有这样的勇气 但是这么苟活下去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只要能够到达那传说之中的玄境 对于任何武者来说 都拥有着重速肉体的机会 到时候 我将这龙蛋下半身彻底炼化掉 也许就能够恢复得完整的人类躯体 到时候 我的寿命能够延长 就又能够继续活下去了 徐长安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看着叶峰这边 并没有露出任何不耐烦意思 而是默默地接受了他的这些想法以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便用世俗方言作为掩盖 继续讲道 所以我的出路已经完全想好 你不必担心 我这是为了匡骗着你 从而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法子 所以 迷雾森林哪怕危险重重 是深渊当中一个不被掌控的地方 但只有那里 才是我最安全的气息地 而叶文昌非常精通着伪装之术 我相信 咱们来一场后半段华丽的演技大战 一定能够让你俩成功脱离险境 随后成功加入到都城的生活当中 不过假打的话 我担心赵王千岁那边 势必不会轻易相信 而且被抓住风险提高 也只有让你出现假死现象 才能够瞒天过海 叶峰看着对方露出如此真诚面貌 哪里还像一个怪物的疯癫样 此时内心当中 也不由地相信了几分 倘若真和对方合作的话 那么自己 还真就得将性命交到了别人手中 叶峰从来都是只相信着自己 而不相信着别人的人 所以对此 他也只能稍作调息 随后便问出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关于武堂之下存在着通道口这一事 长老会那边是否知情 还有关于那头恶龙相关的信息 你又知道这多少 以及赵王千岁这边是否有敌人存在 而且对于他常年寻衣无法根治的疾病 到底是由何而起 叶峰说完这些话以后 便如狂风一般地朝前飞去 随后便像模像样地开始手 肘 拳 腿 不断发起进攻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 看似很刁钻 实则给对方造成的伤害 也只不过是挠痒痒而已 他很清楚 两人僵持着太久的话 那势必会暴露着交谈的内容 更何况叶峰也看出了 这家伙在谈及起自己爷爷叶文昌的时候 眼神内满视着崇拜 尊敬 但又有着一丝丝的羞愧夹杂着 似乎根本没有脸面面对着 曾经对于武唐有着巨大贡献的叶文昌 那就说明着 此人临终 奇言野善 或许也是意识到了 这场将他撕碎的战斗 能够成功的几率 只有10%左右 去赌一个难以成功的结果 倒不如选择缴械投降以及同盟 或许还能够换来无限的机会 徐长安面对着叶峰这种配合的打斗 也是身体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似乎非常激动 他这些日子 备受恶龙幼崽的残暴意识折磨 有些时候 他已经忘掉了自己是人类 就像是一个出生的生命体一样 充满着对于人类和世俗的憎恶 所以他很恐惧着 自己接受着 这股改造力量 会变成毁灭自我的开始 于是 徐长安也同样动用着非常夸张的招式 不断地进行着龙规穿刺 龙焰吐息 以及各种花里胡哨的手段 看似全方位地锁定着叶峰 可实则却缩减了威力 连对方保护罩也破不了 他俩现在都得保留着真气 才能够更好地面对着后续的突发事态 徐长安解释道 长老会那边完全知情 也同样是长老会下达了风口的命令 所以 才会一直被隐瞒着 造成深渊的人 能够与武堂之间有所接触合作 至于具体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与恶龙有关 长老会在知道 恶龙被放来世俗以后 他们也没有解决的方针 所以只能够借力打力 用风水之力来推动着龙国百年气运 试图借着恶龙的运势来将坏事变好 徐长安对于长老会那边 倒是没有过任何的怨言存在 所以 必然不会从中添油加醋 甚至是设下一些 让他们反目成仇陷阱 只是接下来诉说的过程 他的表情却显得非常痛苦 仿佛是他体内的那头恶龙幼崽 正在阻止着他这么去做 可对此 徐长安的做法也非常的粗暴 直接用自己的手掌刺入后脑勺 说道 那头恶龙 据说和冤主有着很深的关系 是冤主曾经闯入迷雾森林之地 从而牵引出来的一头强大玄兽 对方拥有着玄境实力 守护着非常强大的天才地宝 还拥有着一箭人族圣器 埋藏在这头恶龙的洞穴当中 甚至还有着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 毕竟龙类喜好钱财和美色 有生性残暴 能够积累着深渊黑暗时代的 那段历史财富 也实属正常 但由于这头恶龙 实在是太超模了 当时 冤主联合着十大千岁 携手对其诛面 最后却只能够通过击退至牢笼 运送至世俗通道口的封印阵法内 让其长眠 叶峰在打斗的过程当中 似乎还听到了徐长安口中 发出了类似于龙银声 似乎是那头龙幼崽 试图占据着他的身体 阻止着他泄密 对此 叶峰也只能用藏于袖口之中的银针 点在对方一些被他摸清楚的穴位处 这才使得对方的这种状况好像不少 也不至于再被这头幼龙作祟 而没办法回答他接下来的疑问 面对着这种叛徒的主动赎罪 他自然不会那么仁慈地将其杀掉 让其活在深渊 才是一个真正的惩罚 甚至也会在其有能力 变得更加强大时 对赵王千岁进行着报复 叶峰淡淡地回应道 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了 那么第三个呢 徐长安见到叶峰竟然慷慨解囊 此时他内心也是有着颇多的感触 于是他也不打算藏着掖着 而是率先表达着诚意 将这些事情如实告知到 赵王千岁 由于个人非常的自负 而且性格显露无常 所以造成了他与其余各大都城千岁关系 并不是很好 甚至是还树立起了一个死对头 那就是罗王千岁了 对于罗王千岁来说 一直想要更改着深渊当中的都城排名 而他最为能够实现超越的 也就只有赵王千岁这边 因为他俩的都城算得上是非常接近的了 只需要跨过一个山脉 就足以抵达 只是说 此处山脉需要绕路迷雾森林外围 而这其中就充满着未知性 也正因为这独特的地理优势 也造就了两个都城 哪怕水火不容 但还是 只能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进行着工程 叶峰听闻此言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没想到 山穷水尽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本对于世俗和深渊之间的战斗 他还觉得 会死不少世俗武者呢 现在看来 为何不采用着深渊的手段 来彼此之道 环比之深 叶峰难得地开口追问道 这样说来的话 想要绊倒着赵王千岁 那么只有罗王千岁这边 才是突破口了 而对于这些都城之间的明争暗斗 难道对于深渊的冤主而言 是属于直接插手不管的状态不成 这是令我非常疑惑的一点 就是他们如此注重着 互相之间的排名位置 但为何深渊还是能够远胜于世俗 甚至看似如此团结 徐长安正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赵王千岁的目光 竟然朝他这边看来 而且对方的这种注意力 还透露着一丝不满 这让他内心狂跳不止 他觉得自己再这么耽搁下去的话 肯定会让祭台上出现其余的舞者选手 来加入到这场混战中 一旦如此 那么对于他们 这两个世俗当中的倒霉蛋 肯定就没办法携手完成计划 所以必须得速战速决 才有着一线生机 否则耽误下去 绝无好事发生 徐长安略带不安地讲道 魔王千岁这个名字 我不好提及起来 赵王千岁这家伙 修炼的功法有些特殊 似乎能够感应着自己的一些敌人 所以他才会 对于你爷爷文昌 如此的敏锐 哪怕对方伪装得很好 但他的第六感 总能够洞察出他 一定就在附近 所以这也是为何深渊的追杀 始终能够定位到叶文昌具体的位置 这全都是把赵王千岁所赐 对了 关于叶家当中有一位叫做叶辉的人 似乎非常的不对劲 我之前还没有参与到实验前 就看见过赵王千岁这边 在与一位世俗武者进行着沟通 似乎在商量着 如何把叶家引诱到绝路 随后贱卖给他们伸冤 徐长安说到这里以后 已经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只能够暂时地加大着力道 将这场演戏更加逼真 而让叶峰浑身上下 都被龙弹当中 储备的年夜所覆盖 让他暂时处于一种被囚禁状态 无法动弹 这样他在进行着靠近密语的话 也不至于会太引人注目 随后 徐长安便长话短说地应付到 冤主这边神秘莫测 似乎对于深渊而言 已经是不再局限于管理层面 所以我觉得这多半是类似于杨谷的手段 打算将这些都城之主牵制着 来实施着他永久的霸权 还不需要过多去操心 更何况 深渊之所以整体实力 一直凌驾于世俗之上 其根本还是取决于 他们能够获得数以万倍的回报 至少他们能够在一场大战当中 得到承诺 而对于世俗来说 哪怕战胜了深渊 但你们亦不可能会把深渊当作一种能住的地方 甚至对于这里环境也会嗤之以鼻的 便也造就了双方战胜欲望的先天条件 非常不对等 这必然会是两极分化的现象 不得不说 经过武唐这位前长老的告知 也让叶峰大彻大悟 他直到此时此刻才还醒悟过来 为何八大家族始终是表面上和睦 被地里却早已经想将其余家族置于死地的心理了 原来他们从始至终都觉得 跟随着长老会和叶家根本得不到丝毫的报酬 甚至是他们损失的那些家族成员 是需要时间重新培育出来的 更何况世俗的资源 已经被各方武者势力划分得很干净 而他们付出的代价自然变得更加巨大 才能够夺走其他人的东西 但在这个时候 世俗又突然间的要与深渊来一场生死决斗 这势必会让他们觉得荒诞 无奈 甚至有种想要退缩的心理 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 就算获胜了 他们也是自损八百 杀敌一千 叶峰喃喃自语道 面对着这场保卫之战 为世俗所有人的安全而对抗着深渊 这个理由似乎并不完善 因为对于拯救天下苍生 而需要牺牲者自我这件事情 并不适合着任何人 武道界的各方势力能够走到今天这地步 可谓是付出了不少的艰辛努力 甚至对于一名舞者来说 想要获得天境以上的层次 那绝对是耗费了几代人的努力 有的更是被寄予着厚望 所以这个时候 长老会轻而易举的一句话 就得夺走他们多年以来的付出 把未来给捆绑在大意上 这确实会容易产生敌对心理 只是叶峰也实在想不到 深渊当中 有什么能够成为世俗好处 一旦无法从中找到战利品价值的话 那么就无法让武道界变得团结起来 甚至兼顾着 他们要战胜深渊的底层逻辑 所以想要马跑得快 那么必须得给马吃好的草才行 如果说深渊当中 这些浓郁的灵力 以及各种稀释药草 对于底层舞者是种诱惑力的话 那么长生不老这个话题 必然会成为所有高端舞者 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毕竟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 叶峰将这个想法埋藏在心底之时 却发现徐长安攻势越来越猛 正当他以为这家伙要反水的时候 徐长安却突然解释道 赵王千岁在盯着我们看 所以只能够按照原计划那样 让你假死 不然的话 我担心待会儿如果我们二人逃脱 肯定会立马暴露 但若是让你先逃 我这边必然无法收场 叶峰听后也没有多想 只是点了点头 毕竟人家已经透露出这么多关键的消息了 如果他还不信任的话 那未免有些不合理 只是就在叶峰放松警惕的时候 徐长安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而且背后的手掌当中 还出现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子 这似乎是 他从龙弹当中提取出来的几股 磨练成的一把刀具 这其中具有着很强破体效果 能够使得对方血液无法凝固 伤口越扣越大 不过徐长安却是露出非常感激的神情 回复了最后一件事 赵王千岁的病因 似乎和他母亲有着关系 而他母亲在当初据说深入过迷雾森林 随后在里面遭受到了寒冰毒王的重创 据说是知千年老虫 在冬季时候实力非常强悍 拥有着调节自然的力量 所以 当时赵王千岁在胚胎当中 可能深受其影响 在他诞生出来以后 上一代都城之主也就不治身亡了 这也是为何赵王千岁从小 就喜欢饲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虫子 甚至是会想尽各种方法 从世俗和深渊收集来那些大批量的毒虫 放在一个容器当中炼制出其中的虫王 据说当虫王修炼到一定的层次 便能够吸引出迷雾森林中的那只寒冰毒王 让这头生灵被射计杀死 也能够抱赵王千岁之仇 甚至有机会救助他的病急 随后 徐长安和叶峰周围 便出现了温度极高的蒸汽 使得祭台变得模糊不清 叶峰知道 这必然是对方的手段 于是只能够 照原本商量好的那样 故意施展出万箭归宗的弱化版 然后借机让对方攻击到自己要害之处 让这场戏马眼足 这样一来 叶峰在此过程 提前的封住自己的命门 就能形成假死的状态 但是在这昏迷过程 他对外界将会毫无感知能力 一旦有人要害他的话 那么就非常容易下手 虽然说 台下还有着爷爷叶文昌在 但是对方此时也是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 是没办法抽身 对他进行着帮助 徐长安见到自己的笼爪 轻而易举地突破叶峰层层防线 能够抓住他的手臂时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那些不好的念头 担心叶峰这家伙有诈 毕竟能够成为叶家新任家主 如此年纪没有通天手段 以及极深的城府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徐长安觉得 与其在关键时刻冒险 倒不如暂缓一下 他的行动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而是按照着原本商定好那样 先对其折断手臂 随后将其拍至地底 造成一种将其契机彻底打散而亡的假象 通过这种方式 自然是迎来了整个现场一片称赞 觉得终于是深渊这边 拉开了战斗的帷幕 开始发力了 对于这些喝彩声音的响起 也自然是让赵王千岁 终于多云转情 露出笑容道 这个叶峰我还以为有多少能耐呢 看来他对于剑道的领悟虽高 但却没有掌握着 如何把控着消耗的力度 刚开始就用这么耗神耗力的手段 这必会造成后续战斗跟不上来的情况 更何况 咱们深渊当中的魔宫经过改良后 嫁接到实验体上面 便会形成一种肉体成圣的假象 是能够不断通过着敌方施展的招式 来吸取这大量能量 储备着自己的肉体中成为一种防护 赵王千岁 对于自己设下的这个概念 表示着非常满意 也庆幸御神医这边的医术十分高明 人体改造这方面 信手拈来 只是很可惜 治病这一块实在是有所欠缺 特别是对于都城制造出来的这批死士来讲 完全能够成为填充世俗战壕的牺牲品 赵王千岁干了一口美酒 说道 长老会那边不是非常喜欢逮着咱们深渊的人不放吗 既然他们如此爱多管闲事 喜欢带动着整个武道界来针对着咱们 那么现在也得让他们明白 世俗当中的热武器 以及一切高科技设备 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 凭借着这些肉体强悍的实验品 绝对能够杀出重围 消耗大批对冷兵器领悟极高的武者 让他们丧失了近战的体力以后 便是咱们成胜追击之际 特别是这个武堂长老徐昌安与恶龙幼崽的结合 我还在其表面刻下了几道能够防护剑道的阵法 赵王千岁回想起当初与叶文昌 这种精通剑道之辈对战时 那家伙嚣张跋扈的模样 甚至是把他追着砍的那种窘迫场面 他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巅峰时候的叶文昌实在是非常可怕 毕竟依靠着世间第一大杀招 剑道能力对于任何武者都绝对是降维打击 哪怕深渊的魔攻与其争斗也不例外 也会将一种吸收能量的过程 变成被对手轻易斩断的锁链 赵王千岁看见徐昌安已经稳战上风 将叶峰打得无力还手 已经对这场演戏深信不已 认为世俗就只有这点实力 便拍着手掌说道 叶文昌的孙子 能被咱们深渊一个初代的实验产物欺负致死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 必然会成为世俗广为流传的哀悼之事 让他们的精神和信念受到双重打击 产生出深深的绝望感 还有叶文昌这家伙 以为藏在周围就无法被我发现吗 当初来我们赵氏都城作乱 现在竟然还想带着自己后代 来我这边收刮好处 这个强盗还真是当上瘾了 叶文昌这边感觉如芒在背 他的第六感在提示着周围非常危险 可对于身经百战的叶家巅峰人物 怎会如此曝光自己的行踪 他可以笃定 哪怕自己被赵王千岁察觉到了 但也不可能定位到他具体的位置 只是通过某种手段知道他的到来 但却依旧在装作啥事也没有发生 而当叶文昌注意到祭台上面 叶峰处于劣势的状态 甚至隐约要输掉这场比赛时 内心咯噔了一下 但转念一想 自家孙子可是拥有着万剑归宗这种至高剑法 而对于这种自然之力 是深渊最为畏惧的一种手段 他们由于很少会接收到阳光照射 所以一旦遭受到灼伤 那么势必会有死亡风险 但是自己的孙儿叶峰 这明显是有演戏的成分在其中 在故意放水 装作出一副无力招架的模样 但实则还能够抽出手来挠痒痒 一个时辰后 整个赵氏都城陷入到无比寂静的状态 对于战斗过程当中假死的叶峰 原本是要被架在祭台上面用火堆烧死的 结果却被场外突然间暴走的叶文昌 给制止住了这一切 甚至是让所有赵王千岁的兵力 全顾着去追赶他了 所以赵王千岁这边也无暇在关注着 眼前这个无足挂齿的死人 但对于这种老鹰狗来说 为了保险起见 便让人打入了几枚毒药剂 叶峰在这种自我封闭式的假死状态中 丝毫感觉不到外界发生的一切 所以 他的身体内 显然是陷入到了一团糟糕的处境 哪怕是半生巅峰的强者 对于深渊这种特殊的毒剂而言 都是无法抵抗 因为这与世俗的毒药不同的地方 就存在于深渊是通过迷雾森林中的一些 有毒生灵体内 进行着提取 所以 带有着很强的器官破坏性 对舞者更是非常要命的审判 而对于获得这场胜利的徐长安 对此也是也是 没有丝毫阻拦的意思 装作两人完全不熟的状态 甚至徐长安还在赵王千岁面前 说过这么一段话 千岁大人 这个叶峰如果活下来的话 必成深渊的大患 而他的存在 似乎是长老会那边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一次能够提前将他杀掉的话 我觉得应该先将他的尸体埋藏起来 到时候再从世俗那边讨要这些条件 我相信长老会那边不得不进行着答应 反正咱们现在都要向世俗进行着宣战了 也没必要藏着掖掌 能将他们的利益榨干多少是多少 不过对于徐长安而言 原本在舞堂的时候就特别的懂得算计 不然也无法坐到长老会的位置 那么此时此刻 徐长安也是顺水推舟 把心中的想法给说了出来 千岁大人 这具尸体到时候 反正要留着跟长老会那边做交易的话 倒不如交给我来处置吧 正好最近一段时间 我打算在都城内做些事情 毕竟我现在这副躯体 想要与恶彻底融合 那么还缺少着一些新鲜的尸体 所以我也想借着叶峰这个名声 将我原本在赵氏都城附近包下的一个乱葬岗处 把对方埋在那里作为金字招牌 这样就能够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 日后有任何去世者 那么都会埋到我那边 到时候就能源源不断地给我运送来食物 这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徐长安说到这里 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甚至用心红的舌铁试了一下嘴唇上的鳞片 竟现着怪蛋之意 虽说他拥有着人的理智 但是对于这种恶龙的兽性 也同样被激发了出来 所以对于人族而言 本就是劣势状态 若是想要与生灵之间共生共存 那么必然是一个失败的选择 毕竟 生灵本身的体魄 就远胜于人族 更别提这股无限接近于世间本源的精神力 又如何是渺小人类无辙所能够跨越的 鉴于你这次有功 那么这个叶峰的尸体 就交给你占为保管了 不过切记不要偷吃 世俗长老会那边还是有些人来的 当初他们就能够从冤主的围堵当中成功脱离 甚至是还击杀掉了咱们的一位都城之主 虽然那些家伙 已是即将跨入棺材的年纪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相信 他们绝对留有着很强后手 如果咱们做得太过火 甚至是对已故之人还如此的痛下狠手的话 我相信 长老会那边一定会让我们付出百倍的代价 赵王千岁很清楚 自己代表不了整个深渊 而长老会确实能够代表着世俗的存在 所以他也是见前眼开 希望能够敲诈一笔是一笔 毕竟长老会当中储存的很多 好东西那可是稀罕之物 至少对于深渊来说 也早已窥视上了好几件传闻当中的物件 如果这次能够捞来的话 那显然是不必在事后深渊占领了世俗时 还需要让石王千岁们共同分摊着财富 而对于他这个赵王千岁 自然就没办法获得自己所想要的那些东西 徐长安也是欣喜若狂地说道 千岁请放心 我绝对不会对这个大宝贝下手的 叶峰于我以前有些渊源 所以我只需要借助他的一些血液的话 或许也能够激发出 我在叶家当中的那些较少血脉 这样或许能够让我的实力提升 不再陷入到一种对于现如今修为 无法找到任何提升方向的困境 赵王千岁听后 也是表示着认同 毕竟对于这个一号实验品 能够做出如此表现 确实让他感觉非常满意 所以现在对方无论说什么 他都会进行着采纳意见 甚至是提一些过分的要求 他可能都会答应对方 更别说一个没用的尸体了 原本赵王千岁还打算的是 拿叶峰剩余组织与玄凤龟 塑造出二号实验品 可没想到 这场打斗没过多久就结束了 而叶峰还很幸运地 被龙威给慢性杀死 并没有造成一种稀巴烂的结果 再加上 现场又出现了个叶文昌 而叶文昌闹了这么一场大动静出来 在他们的面前怒不可遏 却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孙儿死掉 对于这种报仇的喜悦 也让赵王千岁得到了想要的快感 但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相比于这数十年来的耻辱 一直追杀 无果的焦虑感 此时赵王千岁认为 这只不过是向叶文昌 回收着一些利息而已 将整个叶家赶尽杀绝不留任何后代 这才是他的终极目的 好了 没什么事就退下吧 赵王千岁说到这里时 见到徐长安拖着叶峰尸体 有种加快离开的行为 眉头略微一皱 用威胁的口吻说道 对了 鉴于你是非常成功的一号实验品 所以我会特许给你自由的权利 但切记 你是我赵王千岁饲养的一条狗 如若有任何叛命的迹象 或者敢与叶文昌有所勾结的话 那我可就得 把你浑身上下的零件 全部拆掉 然后打碎成泥浆 为给你在世俗的后代 徐长安听后 汗流加倍 他现在早已经把自己和叶峰 在生死决斗上 达成的沉默 浑然忘记了 对于他这样老奸巨华的家伙 又怎么可能愿意 跟一个矛头小子携手 不过是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甚至不让自己 有着被打死的风险 这才求和 只是没想到 这个叶峰果真如他所想的一样 涉事未生 对于深渊这些人的尿性浑然不知 竟然还对他有着一丝丝信任 徐长安差点没有憋住笑意 不过叶峰今后落入到了他的手中 那么 可别想完成给世俗刺探情报 带去更多帮助的机会了 小家伙 这才是你人生当中 所学习到的最重要一刻 谁叫你不知道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与其相信着一个愿意 背叛着本家的糟老头子 竟然不愿意相信着自己的第六感 看来你还是太嫩了一些 只是可惜这些天赋了 如果我能够将你的身体给夺赦的话 那么我将开启全新的人生 而赵王千岁这憨货 还以为你死了 看来也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昏城主 他眼中顾着的 只有自己的恩怨形容 却浑然不觉 你才是世俗和深渊之间 最关键的那枚棋子 徐长安先前在记台上说的 其实都是一些都是肺腑之言 他看不到在深渊当中继续走下去的希望 也觉得这种将自我改造的手段 除了让他变得更丑陋 实力变得强大点 其实毫无用处 根本就不是让他完成了进化 而是将他制造成了怪物 所以他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重新地回归到世俗的怀抱 甚至是没打算过 与这个叶家 新任家主真正合作 他所表现出来的忏悔 只是一时动容的假象罢了 他并没有讲过 自己说的要与行动上一致 也只不过是想把内心当中 所有作为人的顾虑 杂念 恩怨 给全部的诉说出来 徐长安就当作与世俗割舍的干干净净 而剩下的 自然就只剩下残暴无情的意识 赵王千岁这边 也是看着叶文昌逃离的方向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竟然这么的老当义壮 现场至少有数千名我的亲卫兵 他们对于周围的所有路线 全部所死了的 就像是一盘绝杀的棋局 你不过是一枚小小的足霸了 竟然能够杀出重围 看来这些年来 你眉少俯视着整个深渊的发展 当初我就应该在你 将死之时 直接扔进恶龙所在的熔炉山脉 只是可惜你反应的实在太快 不仅偷走了我的玉佩 还给世俗带去了重要的情报 赵王千岁回忆着那段青葱岁月 怎么也无法理解当初的自己 为何会和叶文昌称兄道弟 甚至是对他无比信任 还认为自己和他就是知音与伯乐 赵王千岁吐了口唾沫说道 现在想想就令我恶心 可能是因为在世俗当中生活 很难见过世俗当中的那些繁华之景 对于那些高深的思想 没有接触渠道 所以才会觉得 与我年纪相仿之辈 当时能够与我的某些观点人生感悟 以及各种事物的判断 更高一层的时候 会产生出崇拜心理 然后又被对方伪装的那种 都城贵族子弟形象所蒙骗 这才觉得 是我肇事都城后起之秀 才会对他毫无防备 但越是如此 叶文昌这家伙对我的被刺就越狠 所以什么是郑宇贤 或许只不过是一念之间罢了 赵王千岁 既然在这家伙身上上过一次当 被他的伪装所欺骗 那么现在他绝对不会在相同的路上 再翻一个跟头了 所以 赵王千岁等这一天等了太久的时间 没想到正如他所愿 一切计划正在按照着他预测的方向上进展着 他很清楚 以叶文昌的性格来说 绝对不会跑出都城 相反的是会一直留在这里 依旧犹如吸血虫般 榨干了他们血液才会撤离 为了获得更多的快感 叶文昌这种活着受到折磨的实验 才是赵王千岁最期待的地方 那么没有谁比叶文昌更合适了 现在留给我的事情 就是向各大都城千岁们 发出妖警函 让他们共赴着我肇事都城 这百年以来难得的大喜之日 到时候 他们将亲眼见证着 我是如何将叶文昌改造得不仁不轨 甚至是让对方以世俗强者的姿态 来沉浮于我的脚下 赵王千岁笑容逐渐扭曲起来 而声音也回荡在寂静长空中 最主要还是肇事都城 屡次出现世俗问题上失败的情况 这已经丢人丢大发了 现在好不容易扳回一局的话 他也得想尽办法地召开着宴席 只有将申冤的所有千岁们召集过来 召开这一场盛大的宴会 让都城再歌再舞三天三夜的时间 这样才能够彻底挽回颜面 让冤主那边对他深感欣慰 觉得他做了一件 让申冤舞者们幸福的事情 而至此之后 也是赵王千岁留给自己抓捕叶文昌最后的时间 他相信 以自己这些年来对于亲卫们的培训 一定能够将这个泥丘给牢牢定在肉板上 让其无法逃脱 一处充满着血腥味道的荒郊野岭 几只乌鸦停留在干枯的树枝上 原本他们还打算在这里欢腾雀跃 可不曾想 却被地面中突然间隆起的人头给惊了一跳 连忙拍打翅膀要离去 可不曾想 却被一把抓住 随后强行塞入到了人类的嘴中 随后便传来嚼动声音 喀兹喀兹 这种类似于野兽咬碎骨头的恐怖声 也让周围几只没有毛的老鼠 瑟瑟发抖 他们看了一眼这边情况 便连忙逃跑 原本对于深渊都城后 山区域的这些小动物 几乎都是通过吃死去的武者尸体为生 毕竟在这里遇到任何大型动物 都是被称之为生灵的存在 甚至有的体积较小的动物 由于吃过的武者尸身过多 体内残留着很多修为和灵力 经过机缘巧合的自然环境下 成功炼化 随后也会蜕变成生灵 他们就会拥有着极为强悍的手段 然后在某块区域称霸一方 但也同样容易遭受到一些都城武者制裁 取走这些家伙体内武核 而对于这种深渊当中的特殊产物 通常用作于镶嵌武器提升属性 还能拿来磨制成粉末用水 送服治疗疾病 但如果说直接进行着吸收 里面存在的那些灵力的话 倒无人这么做 毕竟深渊当中灵力非常充裕 已经达到了正常武者吸收的数十倍之多 这对于世俗而言想都不敢想 所以深渊的人 也不会做出这种多次一举的行为 但对于正吞咽着乌鸦血肉的叶峰 却不认为这些武核的用处不大 反而觉得这对于世俗而言将是稀释珍宝 所以他在感觉自己肚子的饥饿感 缓解了些许以后 这才取下旁边的芭蕉叶 抹了抹嘴巴 随后便自言自语道 现在世俗必然是进入到了戒备的状态 无论是对付着恶龙 还是对付着深渊 这都是大规模的消耗战役 所以如果我能够想办法 将深渊的这些生灵们 产出的武核 全部运送到世俗那边去 想必也能够解决长老会的燃眉之急 成为武道界的一大储备粮 我们就能够解决的一大储备粮 我们就能够解决的一大储备粮